字幕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叫Kiki 今年二十歲 然後我目前是從事模特兒的工作 今天我是來做皮秒蜂巢 因為小時候我就開始有雀斑了 因為我是做模特兒的工作 然後我會希望自己的臉 可以看起來再更乾淨一點 就是我自己想要增加自信 我在工作上的時候有遇到就是 因為我眼下有一顆 然後很常有化妝師都以為是脫妝 然後他們都用棉花棒一直去擦我的那顆雀斑 就我就覺得蠻困擾的 就是我會覺得看起來好像皮膚就沒有那麼好的感覺 因為臉上有就是一顆一顆的東西在臉上 我跟其他模特兒站在一起的時候 偶爾還是會自備 我之前有擦過很多就是美白產品 但是就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用 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我在網路上指導的 然後我有先在網路上做功課 然後看過這邊的環境我覺得我很喜歡 很放心啊 就是我看到這邊的環境很乾淨 然後姐姐的人都很好 所以我才會選擇教主這家整座 因為你的膚質看起來的確就是會長一些小雀斑 塞斑的狀況 所以就不管我們做雷射狀態一定是要防曬 那雀斑的部分會建議你就是用皮秒雷射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我們就是會每一個單點就是幫你加強一點點 就是會達到有點結痂的程度 那個結痂就是會有點像脫皮的狀況 大概就是會五到七天它慢慢慢慢剝落下來 另外就是皮秒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是改善膚質 膚質的部分我們大概就是會全臉幫你打一下聚焦探頭 然後像這個額頭也有一點點色素的狀況 這裡也會幫你找到 然後毛孔的地方呢像鼻子 然後側邊這邊臉頰 會幫你做一下能量的加強 那不過打完之後它會有點像刮沙皮下出血的感覺 所以回去大概就是說會有點癢癢啊 或者是怪怪有點脫皮的狀況都是正常的 所以保濕就是要記得多擦 那因為你有缺斑狀況我們做加強的話 這個禮拜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能曬到太陽 因為曬到太陽的話還是會有一點點防黑的機會 Hello 大家好 我叫Kiki 今年20歲 然後我目前從事的是模特兒 我療程結束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雀斑的部分淡了很多 然後皮膚的話也細緻了很多 療程的話就是臉頰這兩部分 尤其是眼下這一顆 就會很明顯的有雀斑跟質的部分 那療程完之後就明顯淡了很多 他們都看到我的臉之後就說我的雀斑啊痣啊怎麼都不見 尤其是眼下這一顆 然後也說我的皮膚細緻了很多 對於這項療程我很驚豔到的是就是很多人都建議我不要打眼下這一顆 但是因為出於我自己的不自信 所以我選擇去做這項療程 然後只做一次的療程就讓他膽了很多 我自己在照鏡子上看了也會覺得很高興 我不管別人怎麼想我 整體的環境就我都很喜歡 然後姐姐們醫師們護士們他們人都很好 然後在治療的過程中都會跟你講話 會讓我覺得很安心 所以我非常推薦教主這間診所 我都會覺得很高興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